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这个水晾一下 咱们来准备一个料汁 加入两大勺的这个生抽 今天面条比较多 一勺老抽 再加入两勺白糖 这个白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添加 搅拌均匀 这料汁就可以了 生抽和老抽的比例就是2比1的比例 白糖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不喜欢吃甜的可以少放一些 这样就可以了 把这个葱给它切成段 咱们先把炒锅给它烧干 加入食用油 多加一些 下入小葱 开小火慢慢煸 煸出葱香来 这不要火大了 哎呀 小葱真香了 真的是葱香浓郁 小葱给它炸成这种深绿色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把小葱先给它捞出来 这个小葱不要扔 拌面也太香了 装到这个盘里 油已经凉了 然后沿着锅边把这个料汁给它加进来 开火 开火之后将这个料汁再熬一下 已经开锅了 开锅之后给它关了 再倒回碗中 可以煮面了 煮开了 点凉水 好了 面条熟了 哇 一盆子 蘸了我一楼勺 浇上料汁 天冷了也不用过水了 这个小葱叶吧 这个小葱叶也挺香的 拌一下吧 要不以后粘住了 哇 好香啊 烫 不烫 那你脆上 有气吗 热气 看见香不香 嗯 好 吃 好吃吗 我给它点烫 那你慢点吃 吃一句 味道是不赖 干温 这个 吃 吃 吃 大 你不要做什麼 我現在比較不舒服 我現在去吃 你吃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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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很久 我吃了很久 全吃完了 哎呀 三大妈买一瓶 真叫个香